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提到犹太人是从来不悲观的 他们永远都积极进取 也就是说乐观积极的一个人 即使遇到了最艰难的困境 也不轻易放弃希望 即使只剩最后一口气 假如他们太早时候就已经放弃了希望 我相信在很早以前 在耶稣还没出来之前 他们就已经死在了埃及 所以才会有出埃及记 也才会有摩西分开红海这些故事存在 或者假如他们早早就已经放弃了自己 我相信那个时候已经早早就灭绝了这个种族 而他在塔木德里面有这个故事 叫做飞马腾空的预言 这个故事是说到了 苦时候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叫哈比的犹太人 他不知道为什么 不小心触怒了当时的国王而被判了死刑 这个人呢 他就当下就要求跟着国王请求了一生 请求他饶恕他一命嘛 但是他知道他也不是这么简单可以饶死 把这个叫这个国王不砍他头嘛 所以他就想出了一个方法 他就跟这个国王说道 你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就能让你最心爱的那只马 飞上天空变成飞马 如果过了一年 你的马不能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话 我灵验被处死 也绝对不会有半计怨言 而这个国王想了一想 好像也没亏本吧 我反正我先不让他死 这样子我一年后 假设我的马真的可以飞上天的话 这样我不是夺赚了 这样OK 他就答应了他的这个请求 而这个哈比回到牢房之后呢 另外一个囚犯就对他说 你不要信口开的好不好 你是讲骗话的是吗 马怎样可以飞上天空呢 你这样子的东西哪里可能做得到的 而这个犹太人 一脸震惊很严肃的对他说道 在这一年之内 也许活亡会死 也许我自己会病死 也说不定那匹马出了意外送了命 总之在这一年里面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也就是说呢 对于这个囚犯来说 对于这个哈比来说呢 凡事都不要太悲观 在这样的观念下 他才可以面对他的危机 才可以保持乐观 才可以在不可能的情况上 找出可能的 找出可能性 让不可思议的事情变成事实嘛 对不对 因为以这个故事来说呢 像他说到的嘛 可能在这一年里面 国王提早先死了 也有可能他自己先病死了 这倒不如我先 我赚到这一年活嘛 我现在一死的话 我就少了再一年给我 我活到一年后才死的话 我至少赚多一年 如果假设是马子马 运气好 马子马已经不小心病死了 他不可以飞上前 那个不可以怪我啊 不是我的问题啊 如果国王死了呢 如果让我被特色 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啊 所以以这个故事来说 那就是说 我们在绝境的时候 不要放弃自己的期望 可能可以用其他想法 去想一想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可以处理当下的情况呢 可能我们会学哈比 至少采颜拖颜战术 拖一时是一时啊 这个故事呢 让我想到最近在马来西亚 非常红的一个案件 也就是OneMDB那个SRC案件 也就是纳吉手上的那个案件 而他就用 对我们来说 他就感觉上用了一个拖延战术 就一次拖的这个法庭裁决 而这个审讯也持续了三四年嘛 所以给我们人民 给我这个投票者的感觉 选民的感觉呢 就是他就是在拖延这场 这整个法庭的审讯的这个步骤 有可能这是一个对的策略啊 可能他拖到来 他赢了呢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就等着他的最终下判啊 再看他到底是不是有罪啦 我们今天故事也就分享到这一边 别忘了 下一期节目继续收听 还有订阅我 留言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